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时谈 美国的绿卡和公卡 现在又出新版本了 如果你手里现在拿的是旧版的绿卡 或者是公卡 从今天开始 其实从昨天开始吧 30号开始 现在就可以申请换新卡了 昨天30号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公布了一个就是新版的绿卡 就是永久居留证 以及工作许可证 就是这个公卡 新版的这个设计出来了 公布了 说这个新版的证件 增加了多项安全的功能 为什么要出新版本呢 说是为了防伪 说这个新版的绿卡里面 采用了全息影像 以及这个光学变色的游墨技术 说防伪效果更好了 那么很多人关心的是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绿卡 还没到期呢 还能不能用 能不能继续用 这个问题呢 移民局的答复是 依然有效 就是说在你的这个旧卡 截止日期 也就是说到期之前 旧版本依然有效 还是可以继续用的 如果你想换 你就可以去换 不想换 可以用到到期为止 但是呢 国土安全部 说了鼓励民众 主动申请更换新卡 换不换 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挺贵的 换一个绿卡 是不是得500多块钱 如果一家四口换下来 得2000多 这可不就鼓励民众 主动申请吗 是不是 其实呢 我觉得一般成人来说的话 这个绿卡要是没到期 不换 应该也没什么事 但是呢 好像在绿卡的持有者 这个身上有一个规定 我今天特意查了一下 说孩子 如果说孩子的话 年满14周岁 就需要更换一次绿卡 如果说你孩子拿到绿卡之前 是在14岁之前 然后呢 当你年满14周岁的时候 就需要换卡 说除非你的卡在16岁生日之前 要过期就不用更换了 我们家老大好像就是 我们家老大现在12岁 12岁 那就两年以后要更换一次 但是呢 他到绿卡到期的时候 他正好是16岁 16岁之前到期 那按照理就不用 按照这个说法的话 就不用更换 这个呢 是一个信息 大家如果说家里有孩子 要到14岁 绿卡又没到期的 这个好像是需要更换的 如果要是不到期 我觉得就没必要换了 反正挺贵的 移民局鼓励大家就是捐款 是不是 一人捐500也挺多的 目前说根据这个移民局的数据 全美大约有1300万人 持有绿卡 你说每个人都去换 是不小的一笔钱的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这个社区里面 小动物比较多 生态环境的比较好 什么松鼠野猫 还是经常能够看到 有时候到后院 一推门出去 一只松鼠搜了一下 就跑过去了 吓你一跳 但是呢 如果有一天 当你一推门 看到院子里面 有东西在那走动 不是松鼠 也不是夜猫 而是一只狮子 你会怎么样 挺吓人 别以为这是故事 这是真实的事情 就发生在加州 在加州 洛杉矶 华人聚居的亚肯迪亚市 最近呢 就是有一家华人 他们在监控里面看到 说在后院 有一只雄壮的美洲狮 进入了他们家的院子 狮子前来拜访 主人快出来迎客吧 幸亏呢 这个主人没撞上 是晚上来的 这要是碰上了 你说 要跟狮子 在院子里面 四目相对 你说这是跑呢 还是不跑 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从今天开始 加州的朋友 要开始想一想了 说这个事情呢 是发生在1月25号 凌晨2点多 加州亚坎迪亚的一位华人 叫刘先生 他呢发现 他们家后院 有一只高大的动物 在那走动 结果一看 是一只狮子 雄壮的美洲狮 他慢慢的在那 在那散步 在院子里面 绕着院子 走一圈 又一圈 不知道是在找什么 估计是在找吃的 找猎物 那么一转 那么院子里面 停了两辆车 然后狮子靠近 其中一辆车的时候 车的这个警示灯 突然就响了 就亮了 但是狮子 胆子挺大的 一点都没有表现出 害怕的样子 依然非常从容的 在旁边走过 然后一看 也没东西吃的 就走了 消失在了夜色中 就这么一段监控 刘先生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监控 说这只狮子 身上没有标签 应该不是动物园 跑出来的 应该是夜深的 之后 刘先生就把监控 拍到的视频 就传到了网上 一位邻居看到了 说这只狮子 已经在附近的社区生活了 大概有一个月了 说几天前 刚刚拜访了他们家的后院 挨家串访 怎么跟佩洛西一样 另外呢 还有一位居民 看见了 最近听说 在附近的另外一个社区 也发现了一只狮子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 你要是同一只还好了 要不是同一只 那就是夫妻共同出山了 可能是一对 这个说起来还挺吓人的 确实挺吓人 前两天我在新闻里面看到 说我们休斯顿在城市里面 发现了土狼 哎呀 我觉得这个挺吓人 这没想到 这加州的生态 比我们德州更好 人寿共处的这个环境资源 比我们德州更丰富 有人就怀疑 说这个狮子会不会是最近 因为加州总是有一些地震 会不会是被震醒了 其实这个不地震的时候 它也是醒的 我估计是因为这家房子 应该是离山林应该不远吧 其实在美国 很多住在离山不远的地方 出现一些动物 可能也是正常的 所以说大家以后再出门 再去后院 尤其是家里住的离山比较近的 确实要留个心眼 你不小心 万一踩到了这个狮子尾巴 那就麻烦了 对不起师兄 不是故意的 昨天在纽约 有几十个庇护人士 然后再加上维权人士 说聚集在曼哈顿中城的一家酒店门前 示威抗议 干什么呢 说拒绝搬家 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些庇护移民 他们原来是住在曼哈顿中城的一个酒店 叫沃森酒店 暂时安排在那里落脚 但是纽约不是庇护移民比较多吗 所以更多的 说有更多的庇护家庭需要床位 然后纽约市政府就想了一些办法 就想把这些单身的男性 男性庇护人士就安排到布鲁克林去 在布鲁克林的邮轮码头 又专门建了一个临时搭建的收容中心 请你们移驾到曼哈顿 移驾到布鲁克林 从曼哈顿移驾到布鲁克林去 但是这些庇护人士 说当他们得知 要让他们从曼哈顿的酒店 搬到布鲁克林 那个大通铺去收容中心 说不行 那我们不去 那没隐私 这不是降了我们的福利吗 是不是 这待遇 这大通铺跟酒店 待遇可是完全不同了 不去 抗议 我们示威 不去 说那边没暖气 也没热水 而且是一个1000个床位的大通房 这怎么住 是不是 部分庇护人士聚集在那 说抗议 说那个收容中心 没法住 没隐私 也不人道 所以拒绝白家 有些听话的 可能就过去了 一看 哎呀 这福利不行 跟酒店比 差远了 没过几小时 又回来了 结果 他们回来之后 你看酒店 一看你们都搬走了 再回来 酒店就不让进了 所以他们就在酒店门口 抗议 你看这纽约的天气 现在好像晚上也都零下 零下一两度 零下好几度了吧 估计 他们就裹着毯子 露宿街头 表示抗议 让不让我们进去 不进去 我就动死给你看 这个 逼顾人士确实也不好惹 万一你说 躺在街头 万一真的要动死一两个 这市长还真烫手 所以说 这个也是 确实现在是成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抗议 其实从29号晚上就开始了 一直持续到昨天下午 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抗议 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庇护人士 说当天手举标语牌 标语上写的说 禁止歧视移民 这个怎么好像跟前两天 德州华人去德州州府抗议一样 喊的也是这个口号 这里面说不仅有庇护人士 而且还有维权人士 主要是这些维权人士 也不知道是哪个组织的 他们就想强行冲入酒店 一看就是专门为这些庇护人士 来维权的 都是那种非盈利组织 弄得警察也是没办法 说只好在酒店周围 设置了这个路障 阻止这些庇护人士 闯入酒店 但是呢 这些庇护人士就高喊 说不走 收入中心就是一个大兵教 我们不去 但是呢 大家知道纽约有那么多的 这个维权人士 同时呢 也有不少反对人士 一边高喊维权 一边反对 反对者呢 就呛他们 说送他们回老家 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就呛起来了 结果呢 昨天下午 政府呢 又派车来了 专门派了大巴 来接他们走 你看这服务多好 上车吧 去布鲁克林吧 结果呢 只有十个人上车 其他人都不走 我就是不走 我就躺在酒店门口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打我呀 敢吗 不行啊 这个确实惹不起 看到这种情况呢 市长 纽约市的市长 亚当斯发言人 出面回应了 说布鲁克林 也挺好的 谁说收容中心 没暖气啊 是吧 有暖气 说 还有专门的储物柜 谁说没隐私呢 说这个收容中心 和全市的 其他人道主义救援场所 都是相同的服务 你们就去吧 但是人家就不去 怎么办 纽约啊 确实 这孩子多了 总有不听话的 你说 谁让你招来那么多 庇护人士呢 是不是 你们不是喜欢庇护人士吗 那你就得养着 说 根据市长办公室 最新的统计 说截至两周之前 一月份 一月中旬 现在呢 还有两万六千七百人 住在收容中心 目前的纽约市 市政府 也已经在多所酒店 设置了几十个 紧急收容所 几十个酒店 天天租着 得让庇护人士住啊 这得花多少钱呢 是不是 政府的钱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德州 禁止购买土地案 这个法案 禁止 这个中国 朝鲜 伊朗 俄罗斯 这四国公民 在德州买土地 这个案子呢 现在一直还在进展 今天呢 有一个数据 说美国农业部的一个数据 说德州 其实呢 是美国所有州里面 说外国机构 在美国拥有土地面积 最多的州 说外国人 在德州 所占的这个私人土地 占德州土地总面积的 百分之三左右 超过四百七十万亩 比起其他任何州 都要高 所以说 这引起来说 德州官员的重视 早干嘛去了 现在才想起来 所以呢 这里面 除了那位 当时提出议案的州议员 叫科尔霍斯特 这位女议员 除了她之外 德州农业厅厅长 叫习德米勒 也是支持这个禁令的官员之一 包括德州的州长 也是支持的 这个习德米勒 他说 我们为什么要让敌人 拥有我们的土地 显然 他已经把这几个国家 看作是敌国 说如果我们不能在 你们国家买地 那么 你们也休想在我们的地方买地 现在 他们的这个理由 是敌对国家的 这个实体 以及公民 不能在德州买地 说这可能会危害 美国的国家利益 当然了 这里面主要针对的 其实还是针对之前中国的一位富豪 富翁 一个中国买家 说之前他不是在德州一家空军基地附近吗 说买了14万亩的土地 真有钱 说用来建这个风力发电厂 后来呢 这个就被德州这边议案 你看他就又提出很多议案来阻挡这个事情 但是呢 自从前段时间 这位议员提出的 SB147这个法案 就是禁止购买这个土地的这个法案 提出来之后 就在当地的这个华人圈里面 引起了强烈的关注 其实呢 美国的华人啊 就是主要关心的 其实还是这里面禁止四国公民 你这里面禁止的这个公民 包不包括美国的永久居民 就是绿卡持有者 是不是在禁止范围之内 这个其实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现在呢 这位提案的议员 这个科尔霍斯特 以及支持这个议案的德州州长艾伯特 口头上都是在说 说这个议案只是针对 这四个国家的政府和实体 实体就是一些机构 而不是那些离开了这些国家 寻求自由的人 也就是说 不包括在美国的绿卡持有者 或其他的一些合法身份的居民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这些政客啊 往往都是这样的 他们一般呢 都会先提出一个议案 来探探风试试水 看看你们的反应 如果你们要是反应大 有人抗议了 那就我们就改 不是针对你们的 不是针对永久居民 我们只是针对 纯粹的外国人 跟外国实体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没反应 没人抗议 那么这个法案 没准就偷偷的就通过了 他口头上说是没有效果的 你就不知不觉中 就丢失了本来该拥有的这些权利 所以说 针对这个SB147法案 我觉得抗议 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就抗议的目的 就是要让州议会知道 你不能限制 持有绿卡者 或者是在美国居住 其他身份的这个居民 你把这个合法居民的 这个购买土地 购买房屋的这个权利 你都限制了 那你这肯定是违宪的 这些东西 所以说主要是要修改 这里面的条款 要明确的列出 这个法案所禁止的 具体都包括 到底包括哪些人 或哪些实体 尤其是绿卡持有者 或者是其他 这个合法身份的 生活在美国的居民 会不会受到限制 我觉得这个是主要要 针对的一个问题 也是抗议的主要焦点 上周日就在29号 德州确实也有不少的华人 从各个地方汇集到 德州的首府奥斯蒂 进行了游行抗议 我觉得这个抗议是很有必要的 应该会有 也会可能会有 应该产生一定的效果 不抗议就说明你没意见 那我们就通过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还是要抗议 但是我觉得听到 大家在抗议中喊的一些口号 我觉得这个抗议中的一定 其实目标应该要更集中一些 焦点应该要更明确 抗议的目标就是 即便你顾及国家安全 你也不能伤害到 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公民 或永久居民 以及所有生活在美国的 其他合法身份的居民的权利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 抗议的焦点 这个时候 其实也听到了 大家有些人在喊反对歧视 说反对歧视亚裔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跟他喊这个 其实意义不大 人家也说了 我们没有歧视亚裔 我们没有歧视日本 也没有歧视韩国 所以说这个口号 跟游行的诉求 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的偏差偏离呢 感觉就是好像用力太散了 结果你游行完了 人家都不知道 你有好几个诉求 感觉好像用力不集中 当然 其中我也听到 大家在喊反对 这个SB147法案 这样的呼声 我觉得就应该突出这个 这个时候 你喊反对歧视 其实 实际上的意义 应该不是特别大 你就这么点人 人也不多 实际上 真的喊反对歧视 我就感觉好像是 杯水车薪 当然了 这个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 肯定也会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 没关系 接受大家的唾沫 当然我觉得 这个有关歧视的口号 可能跟前段时间 休斯顿的华裔议员 民主党籍的州议员 一位姓吴的吴议员 所提出的观点 可能是有关的 因为他认为 说本次议案的这个法案 就是一种种族主义 因为美国 你看像德州 佛州南部的一些州 共和党的这些执政州 很多民主党人 一直是以种族主义 在攻击共和党 攻击对方 所以说很多华人 可能就接受了这个说法 但是我觉得 民主党是相对比较容易 更容易经常会把一些问题 上升到 动不动就上升到 种族的问题上 所以说 我在前几天的节目中 就讲到过 我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不要又卷入 比如说成为民主党 斗共和党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觉得 对于这个SB147法案的抗议 就应该直接了当的 就是反对SB147法案 别老动不动就上升到 什么种族歧视 这个问题上去 好吧 这个观点我也说完了 不同意见的可以骂了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 感谢观看